大家早 有的早上 早上好 或者晚上好 非常感恩 大家能够今天 出手宝贵的时间 在这个家里办公 很多地方和国家的 都已经是在家里办公了 那么我们来一起来 学习阿西亚 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 谁都没有想到 今天的世界会变成 今天这个样子 大家不自主的 开始利用这个 网络的时间 我们很多上线 我们很多的公司 都处于一个 非常艰难的时候 我们还大家好像 一下子就 感觉到自己很充实 每天都在学习 在工作 我为什么想 给大家看的是 这部照片呢 我想大家都在网络上 都看到这部照片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可能我是看到 这个照片的第一个人 这个图呢 是我当时 这个 因为说实在话 我是因为他的原因 我才改变我自己的思想 来进行这个 阿西亚的这个 这个事业的 当时的时候呢 我是没有觉得 我要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呢 在他自己 我当时不相信他 说实在话 我是不相信他 当时他就给我 在我们第三天早晨的时候 他第一次来 我记得第一次来 墨尔本 跟我讲 坐的时候 我觉得就我一个华人 坐在一个小屋子里 大概二十多个人 那么这样来讲呢 他我看他都很不健康 我说你都不健康 你怎么能跟我们 去讲健康的东西呢 那第二 但是他讲的这个东西 我也听不懂 就相当于 他第一次听别人讲 Redux的时候 他也听不懂 但是我很好奇 因为我以前呢 我也喜欢这个健康的 我也在从事健康方面的 这个视野 所以呢 我就是在网络上搜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 我没听说过的东西 好奇嘛 那么 那么在接下来的 这个第二天 我又觉得 这个东西蛮有意思 他跟我讲 他的身体好了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证据 能证实他身体好了 所以在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约我就打电话给他 约他一起喝咖啡 我们就在一个地方 喝咖啡的时候呢 我说你能告诉我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他就打他的手机 把这几张照片啊 就告诉他 就就展现出来的 我说哇塞 那这是真的了 那从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呢 我就自己呢 就相信这个东西 就有意思的 所以从这个时候 我就说实在话 我也就相信了 长话短说 因为David 你给我的时间 可能也不多 那么我就简单的讲一下 对你可以说一下公司啊 我就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就是三年 我就一直坚持用这个产品 说实在话 我当时也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出现很多问题 因为这个到年龄的人啊 都会有老年性的问题啊 各种疼痛啊 甚至于我的记忆力也开始衰退啊 这种问题出现了 什么眼睛也开始变得老花了 这个肥俄症啊 这些问题都会傍重而来 但是之后呢 我就所以才 就是开了窍了 我说我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尝试一下这个东西 那么这是我的一个见证呢 我自己认识了 这个产品已经到今天来讲 已经三年了 这个见证呢 是我自己的这个写的 大家可以截个屏幕 可以看一下 我是我真实的 打个蜜蜂 我以前颈椎问题 这个脑袋记忆问题 这个眼睛的视定问题 这都不是 不再成为我的负担了 OK 那么现在来讲呢 很简单 我现在来讲跟David一样的 我们在从事一个 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在推广 所以呢 我们也做了很多 三年来我们做了不少的事情 我们也去美国 去跟着这个 这个科学家一起去 去学习啊 我们从这个方面来 我们自己长进很大 从业务上面来讲呢 我们也不断的这个成长 所以我们自己个人呢 也受到公司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嘉奖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 所以我个人认为 甚至于我们很多 美国的医生都这样认为 我们这个时代 最伟大的这个医学突破 今天就在我们 今天晚上这个会议里面 就David讲的这个东西 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 可能我们很多人 都还没有意识到 这是这个未来已经到来了 所以我们通往这个健康的 这个途径来说实在话 我自己认为真是在于 我们身后的治愈能力 在自己 今天来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一个全球性的 一个危机的时候 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把我们自己的 免疫力提高 所以这个不就是 我们今天这样说 全世界的所有的医生 都在说这个事情 只有让自己身体的 免疫力提高了 我们才能够 能够把我们身体 能够这个才能够活着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生命已经受到威胁了 所以我们很幸运 我们人类社会 今天来讲 我们有这样一个发现 你能够发现的这个redox 那同时我们今天很幸运 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在座的各位 又能够听到这样一个声音 或者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 或者你已经是 自己收益的朋友 请你们真的是 把这个最伟大的一个发现也好 把这个最幸运的人类的一个发现也好 告诉给身边的伙伴们 这个发现不是今天阿塞亚公司创造出来的 是阿塞亚公司的科学家们 在之前的时代里面给发现的 所以这个今天来讲 我们讲的这个东西 不是说一个什么 一个科学的一个创造 而是一个发现 这个发现耗失了二十多年 那么耗资了数百万美元 乃至上千万美元 完成了原来科学家都认为 包括Lobby在内的科学家 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那么今天来讲实现了 这个毫无疑问就是离不开这两个人物 我们今天讲的 这两位人物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公司的创建者 这个公司的轮游者 OK 所以这个看的年龄相传很大 爸爸今年是81岁了 儿子今年是50岁 相差30年 但是他们两个人 都是深厚的一个背景 爸爸是 我就不用多讲 是全球500强企业 叫卡夫市民 叫Crockford的战略副总裁 他一辈子就在这个食品行业里面 他从卡夫的 在卡夫市民工作了二十多年 一直在卡夫的一个小小的 一个部门经理 跃升到了一个企业的 一个战略规划者 这一个企业的战略全球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决策人物 他把自己的 这个全部的心血 就陀生在这个 拓展这个卡夫食品 这样的一个 巨不霸的一个企业 今天来讲 全球大概有150多个国家 都有这个企业 都是都与他当年的 这个规划 分析和决策有关系 而他的儿子 Tayla Norton 他也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人才 他自己是在从事一个 也是一个世界级的 一个世界企业里面的 一个高管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人 能够走到一块 看我右边有一个图吗 他拒绝了一个钱 这个图其实是 深厚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我下面有一个网址 我今天来讲呢 就把这个网址放在这里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听 这个故事呢 已经在全球啊 都传开了 现在来讲 这个故事变成一个 未来会变成一个 家喻户晓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样两个人 伟大的人物 他们今天拒绝的一笔 巨额的天价的一张支票 改过来变成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 今天来讲就成为了 我们今天晚上要介绍的 一个生命题 OK 那么我在这里离不开 这家公司的成立 也离不开这样一个科学家 就像戴威刚才讲到的 Dr. Gary Samson 他当时也是因为一个缘分 跟前面刚才两位的 这两位优秀的人物呢 结合在一起 他们很有意思 他们住的还都是邻居 都住在同一个城市 同一个不远的地方 这个故事也很传奇 他们为什么能够在一起 互相都不是一个领域里边 走到一块来了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样来讲呢 我们才有的今天这样一个公司 才有的这样一个事业 我们全球才有数百万的人 因为这个东西而输意 刚才戴威已经讲到了 是他带领的一个科研团队 发现了这样一个技术 能够稳定住的 这样一些信号分子 能够今天把这个安全 成安全角度 成质量控制角度 成商业运作角度 才有可能达到 给我们全球所有的 这个人们能够享受的 这个产品在美国已经有 研究所到今天成为产品 已经走过了差不多有28年的历史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全球第一个 附近这个阿西亚产品的一个老人家 叫马林桂波 他前几天在我的Facebook上面 跟我点赞 告诉我说他是第一个 喝这个产品的人已经28年了 这个产品到今天已经完全的 完全的重重的专利保护 在我们的这个美国的包装上面 包装都写的有专利号 在我们的这个会员的注册的网站上面 也都有这个后台的数据库里面 可以查到专利的这个文号 所以我们想跟大家介绍 那么为什么起名字叫阿西亚 这是什么个意思呢 这个很有意思 阿西亚其实简单分开来讲 就是一个海 它这个字的意味着就是一个海洋 就是来自于海洋 海洋大家都知道 70%都是海洋 我们这个地球 它代表一个复兴 它代表一个重生 和归合在文化里面 所以它是一种永恒的象征 那么这个概念呢 就是跟我们这个 創始人Vorlis和Tayla 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共鸣 那么他就这样的认为 那我们人体也是海洋 一样的 70%都是水啊 这样来讲呢 这个很吻合 那么所以就会起名字 起来一个叫阿西亚 那么今天来讲 它意味着我们身体 我们一个科学的一个复兴 一个生命的重生 也以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恢复 所以从这个理论来讲呢 最后把这个名字归为叫阿西亚 是这个意思 那么它是成为我们身体 最根本的细胞的健康角度 来定义它的使命的 所以我们讲阿西亚 它的愿景 它今天它要给自己定义的一个目标 是成为一家世界公认的一个细胞健康 和氧化还原技术为基础的一个全球领导者 并且实现阿西亚这个产品 去帮助改变人们生活的全球产品分布 OK 提供人们改变生命和生活的产品 张机 张艳的文化 OK 我把这个有些朋友们给mute住 那么这样来讲呢 就是说可以想象啊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 这个产品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善人们生活 它成为一股善的力量 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 这个你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产品它是虫存的专利保护 它经过科学家第三份的科学家实验室 医学测试实验室 包括来自于全球最顶级的基因检测实验室 严格的基因 严格的科学实验 那么左边呢 是这些基因实验室和医学实验室的一些图标 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去研究 那么进入到各个这个我们民族里面呢 都有一些不同的要求 大家进入到台湾 进入到阿拉伯世界 进入到一些其他的一些领域里面 我们这个产品已经经过全球33个国家 进入到那么各个民族都有可以使用来讲 甭管你是什么民族 今天这个产品只是来源于盐河水 它完全无毒无害 无副作用 它百分之百纯洁 甚至于比家里自来水还纯洁 科学家 我们的科学家跟踪了十年来 跟踪了这个五万五千箱 这个阿西亚产品的这个 这个使用和负用 没有一类包括有副总用 没有一类包括有毒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象 为什么被今天来讲 阿西亚被称之为我们身体原有的东西 叫NATI 而不是NATI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这是句话的分量有多重 它是经历过这个绝对的这个考验的 所以不仅是我们花了大量的金钱 花了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 来进行安全性的检测 来证实自己这样一个说法 这是地球上目前来讲 唯一一个可以称的说上是 纯天然的来自于与生俱来的产品 所以科学家的一个结论呢 在这个讲了 就是说我们身体从基因层面上 能够影响到我们全身的五个大的系统 那么这五个大的系统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记住 那么因为你记住了这五个系统 意味着你手里就有一个工具 能够帮助几乎所有的人 在身体的健康 首先是免疫系统健康 大家都知道免疫系统 有多么重要对我们人体 第二就是我们炎症 到一定年龄的时候 你身体会出现疼痛 都跟炎症有关系 到一定年龄的时候 心血管问题是会提上疫情来了 我们身边有多少的朋友 包括家人 包括朋友们 大家都处于一种 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威胁之中 所以我们来讲 介绍给朋友们有多么有意思 毫无疑问 消化系统 到年龄的人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管你多年轻 也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的荷尔蒙平衡 从年轻的时候 到这个一定年龄的时候 出现的荷尔蒙的这个失衡 这都是我们生命过程里面 必须要经过而躲不过的问题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些问题 而出现身体的状态变化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朋友们 是很想想多有意思 但是有一个前提 我们阿西亚公司 你跟朋友们介绍的时候 不要把它跟任何疾病相关联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 就像戴威今天上午刚刚讲的 今天刚刚讲的 它不是我们以往任何脑子里面 能听到的 能学到的一些知识 打个比方抗氧化剂 维生素 什么矿泉水 什么营养 矿氧元素 这些都不是 它不是 它是一个另类的东西 它是一个 自己身体原有的成分的东西 它不是来治疗某一个疾病的 它是来改善你全身每一个细胞的 它是关乎你每个细胞的细胞愈合能力 OK 所以今天我们讲 它可以帮助你什么呢 就从大体来讲 这些地方就可以 你可以跟朋友们去谈 这些都是一些体现在你身体 由于细胞损伤而产生的一些 一些对你的健康受到威胁的一些状况 打个比方你睡眠不好 打个比方你身体有疼痛 打个比方有各种各样的疾病 打个比方你的体运动体能表现不佳了 打个比方你的心情 你的思想会出现焦虑和抑郁的时候 那么这样来讲 这些问题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车门上来讲 都是因为你身体在物体性的细胞损伤导致的 OK 是弥补这些了 因为你接见了 在物体能表现 打个比方 受到威胁的 打个比方 这些事情 对 还有 但是 我们 打到 这些事情 的